因为在内忧万患的局面之下 完全以个人利益最大化 就意味着是极端投机 我们当年的企业家们 只有以国家利益 以全民族的利益 以公众的利益 以实业报国为目标 他们才能够成功 所以我们说呢 这代企业家们 他们应该成为我们认真的去研究的对象 同时也应该成为我们好好学习的对象 那我们就把这个议题 我们再进一步的展开去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卢作福 我们一直在说他经营公司 同时也在经营北辈 很多我们地方说 我们说在一个社会 说建设 我们说他在经营北辈 跟一般的只是说 我做一个慈善 我在这建几个学校 那这个思路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话题 从民生公司来引入到北辈 所以北辈这边呢 其实当年经过这个二十多年的 对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建设 它其实形成了很多的 叫北辈奇迹的东西 那么我们不去从这个奇迹 或者是从一个很优秀的 杰出的成果的角度去理解它 而是我们去看它 当时实际上所发生了很多 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思考的事情 那么里面就是他对人的建设 那么卢作福强调 他说我是一个教育家 我其实一直在尝试做人的建设 不论是在成都 还是在民事公司 还是在北辈 他说我的目标是 是建设这个现代式集团生活 那么他说我也不是改造这一个人 而是改造人的生活方式 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造 形成新的人的这种改变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形成新的社会 那么他说我有三个实验点 第一个就是在成都的通俗教育馆 它是一个小型短暂的 第二是民生公司 那么他在民生公司内部 也有一些不同于一般的 这种企业的组织方式 他对这个工人们 民生公司的员工 他有建这个员工新村 然后有在这个员工的 各种学习的这种方式 然后包括他们 他不断的在说 他们工作的各过程之中的学习 然后在北辈更是他一个综合的 一个社会教育的场地 也是一个他说 建立现代化集团生活的 一个实验场地 在这里面呢 就他不断的在尝试通过 人的组织和人的教育 还激发这个人的内生动力 那么他当时在北辈组织 市民自治会 以这种街区为单位 然后这些老人呢 然后商库啊 他们就可以合作起来 比如说夏天涨水 一起来修堤坝 他当时描述这个例子 就说我们侠防局的官兵 包括我自己 我们只在边上看 而我们也不出钱 我们也不给他建议 他们就自己来讨论 那么要不要修这个堤坝 怎么去修这个堤坝 哪个商户出多少钱 然后谁来出这个力 然后老人们在边上监工 老人们在边上给他们算 那么他们形成了一个 很有组织的一种方式 然后卢勒夫说 他的原文里说 他说我当时都很震惊 他们能够自己 完全完成这样的事情 而且他说 随说中国人就是自私的 其实中国人是可以 很有公信和这种组织力的 那么在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他又不断的去敞开 所有的新的场地 让人们去看 打开他的视野 只要你打开 然后就每个人 会激发出很多新的东西 他包括就是在 比如说像端午节呀 或者是一大的节庆 很多农民都会聚到 乡场上面来 那么他就要求 辖房局的办公室 什么各种工厂 全部打开 他说连厕所都要打开 都要让他们参观到 然后包括各种 他建了各种的博物馆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把这些事情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我们就是说看到 他怎么样在做一个 在做一个社区 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建设和营造 那么当然我们说 也会有一些讨论 大家就觉得 他原来从一个破败的小乡场 然后逐渐的这个经济好了 长起来又变成了一个小镇 后来到四五年 最后变成了一个县 然后现在我们 现在北北已经是 重庆的一个主城九区之一 他说这是一个 一个非常优秀的城镇化建设 你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乡村建设呢 我看温老师有一个 什么感想 以及其实在这里面 也是在去反思 什么是真正的乡村建设 它的本质是什么 我先得纠正一下概念 我们现在中央强调的 叫做城墙融合 对 城墙融合 不再是像过去那样 简单的强调 加快城镇化建设 前一段时间 当我们的城镇化 实际上是城市化 并且是工业化 形成的产业集群 产生积约效应 那把产业集群 叠加在城市化 所形成的城市带上 这种发展模式 过去呢 是九十年代以来吧 大约有一二十年的时间 是主流 客观上也导致 中国的城市化率 现在统计意义的城市化率 从原来不到百分之五十 现在上升到百分之六 三分之二的人口 实际上变成城市人口 那因此呢 在这个阶段上所形成的 关于城镇化的讨论 毫不疑问 把它赋予了政治正确 就你只有走城镇化的道路 才是中国现代化 那现在呢 中国是现代化 已经有五大特征 没有这个这些内涵了 我们现在要的什么呢 要的是十四亿人口 规模巨大的共同赋予 并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那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乡村 所以才有我们对以往的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梳理 包括对卢作夫先生 以北贝的镇区为中心 带动周边多业态的乡村发展 这个经验的总结的意义 那也同时应该看到 卢作夫先生当时 就当年建立的 除了建立了民生公司 这个企业 建立了这个北贝三乡下方局 三乡下方局很大程度上 是一个自组织的军事力量 稳定乡村社会 大家也都知道 那个年代 你没有一个相对比较 算是超过一般乡土社会的 精英群体的那个力量 你是控不了乡村社会 所以这个乡村治理的形成 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涵 同理 如果你要是想动员和这个 这个煤矿开发相关的 这些地方势力加入到 你的这个体系之中 就是工业体系之中 城镇化开发的体系之中 那你也得和乡土社会的各个方面的 经营群体打交道 它客观上是一个 在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 经济结构 这个基础之上 如何逐渐逐渐向 城乡融合的北贝建设 不断演进的经验过程 所以从今天这个国家把这个 城乡融合作为重大战略提出 从这个角度看呢 卢作福在北贝的发展建设经验 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以跟得上现在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 所以争论北贝到底是乡村建设 还是城镇建设 这个在过去城镇化成为主流的时候呢 有它一定的政治正确 在今天我们应该看到 它当年搞的就是 北贝这个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区 就是在乡村建设实验区 发展多种业态 特别那边像是煤矿啊 铁路啊等等 这些其实是产业发展 这个产业发展是联合了地方各种力量的 它并不是单纯就是 我做一个资本投资人 我来投的产业 然后这个产业收益就是我的 它是把产业的收益和地方的综合发展 集合在一起的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企业 就在于它的产业整个体系是在地化的 这个在地化一定跟在地资源 如何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 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 高度相关 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呢 我们不必去争论 非给大家定义一个 它是城镇化方面的推手 还是它是乡村建设的推手 没必要 更何况它后来当抗战爆发以后 大量的乡村建设的各种流派 涌进重庆 进入北贝的这部分 基本上是它以在地的收益能力 来支撑起来的 所以客观上 它作为一个乡村建设 这个领域中的重量级的前辈 各个方面的经验 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卢作福吉西团队 同仁们在北贝 做了二十多年的 这个乡村建设工作 其中有大量的经验 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挖掘和学习 因为我们刚才是 在谈话的方式在说 我也先说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中间 有一些数据或者年份 可能刚才一下说的 不是特别准 那么也希望感兴趣的 老师和同学 可以下来我们再去 找更多的资料来研究 我们的研究团队 刚刚出了一本书 叫《相见北贝》 刚出版完成 我都还没有拿到那本书 也欢迎大家去了解 关注它是一个科普性的 会把一些相关的 具体的事情 有一些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里 我觉得也可以稍微 去回顾和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一个是 谈到这个社会企业 其实我们在今天的 社会企业的研究之中 也已经开始说 不管是社会企业 还是企业社会责任 就是一个企业 它在经营和市场对接的过程之中 要想提高整体的市场效率 那么都是要更关注 社会的这样一个效能 以及整体的社会资源的调动和使用 而更好的使用社会资源 那么就是可以跟地方去结合 我们说在地化 本土化的这样一种方式 形成本土的这种社会的资源网络 那么它其实对企业的经营 本身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支撑 降低成本和减低风险 那么包括现在的一些量化的 社会企业的核算之中 也在开始用 把这些因素考虑进来 来核算相应的指标 而且提出来就是 我们现在追求的 已经不仅仅是股东的分红的最大化 而是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了股东的价值 让股东在这个里面 它自身的价值也更大 而现在的这些提法 其实在卢俄福当年已经在实践了 就是他跟股东开大会的时候 我们一起是在为国家救国 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实际上每一个股东 都在为这个国家的发展 为这个社会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我们的个人的价值 也有很大的提升 非常重要 咱们由此稍微延伸一点 一段时期以来 关于卢俄福的讨论 有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卢俄福是私人企业家的代表 或者叫做民营经济的代表 还是卢俄福是社会 综合发展的社会企业家的代表 这个稍微有点小的争论 但是并没有展开 那一般情况下呢 以我们在外来引进的 这些经济学的理论 认定企业以追求 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 在这个前提之下 当然就会认为 企业家们都是追求 个人利益最大化才算成功 那当然也就会把这个所谓的 学理的理论逻辑 和政治正确 今天我们鼓励民营经济发展 这个政治正确的政策 结合起来 这不为过 应该说这是一个脉络 我们看到处这都是 可以看得见的 但怎么评价卢俄福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的上一代企业家 是生于忧患 是在帝国主义列强 瓜分中国 造成中国已经客观上四分五裂 并且是到处发生 各种各样的地区冲突 局部战争 还在不断遭受帝国主义侵略 这样的打击之下 我们那个时候的企业家 大多数是以实业报国为目标的 而不是以追求个人力最大化为目标的 上一代的企业家 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 他们都以谈私利最大化为耻 以谈苟利国家生死意 以这个为荣 所以爱国主义 就是以实业报国为企业家的目标 应该是我们前辈们 普遍接受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可以看卢作福这样的企业家 他既然是从教育起家 他也认为他办的民生公司 很大的功能在于教育 所有参与民生事业的人 他在办三乡派方局 训练这些青年团练的士兵 就是这些武装力量 地方武装力量 训练他们的时候 也是以如何做人 如何形成对国家 对地方 对乡子的回报 以这些作为动员的主要内涵的 他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教育活动 基本都体现的是公共利益 他的整个演化过程 是个在地化的演变过程 所以我们说 这代企业家们 他们应该成为 我们认真的去研究的对象 同时也应该成为 我们好好学习的对象 不要再去举泥 教科书所给定的前提 是否必须贯彻 因为在内忧万换的局面之下 完全以个人利益最大化 就意味着是极端投机 我们当年的企业家们 只有以国家利益 以全民族的利益 以公众的利益 以实业报告为目标 他们才能够成功 所以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早期的企业家们的业绩 他们的演变过程来看 我觉得再争论是对他们的老大不敬 所以我们不想再参与任何这方面的争论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能够提供的材料 足以证明 他们是对得起历史 对得起国家 对得起人民的一批社会企业家 所以总结到第二个点 也就是刚才温老师提到 我们现在讨论乡村建设 以及进一步乡村振兴 实际上是一道我们怎么样去看乡村 以城乡融合的视角来看乡村 而不是以城乡二元分割的视角 来看城市和农村 那么在这样的视角下 我们重新来审视乡村 来审视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 可以看到我们就路不是越走越窄 而是越走越宽阔 那么最后我一个小小的问题 其实刚才温老师也已经提到了 但是我觉得还是想来 作为结尾来抛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呢 是主要在讲乡村建设的历史 那么其实也有人会觉得 我们知不知道乡村建设的历史 跟我们今天做不做乡村建设 有什么关系吗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 这些前辈他们的工作 那么甚至包括有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在墙上挂几张老照片 然后我们可以说一说 那么是不是增加一点 我们的厚度就好了呢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主讲了卢作福 但实际上有大量的当年 有大量的先辈 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在这里没有来得及展开 而同时我们也不是说 要学习它的同时 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反思和批判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借鉴历史 观照现在以及展望未来 是个比较大的话题 简短的回应一下 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就是历史 就像我们的前辈 在做他们的事业的时候 他们就在输写历史 我们今天在继承前辈们的精神 重启当代乡村建设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续写历史 这点呢 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小觑 觉得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 历史是由无数代的人人之士 以他们的不懈努力来形成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人的努力 那就是一个昏昏噩噩的过程 所以看前辈 看卢作夫先生 他那一代人所做出的艰苦努力 对我们不仅是个激励 同时也是我们在沿着他们 开辟出来的道路继续前行 哪怕披荆斩棘 总之是会披露蓝绿一起山林 最终呢 让社会大众 让这个国家 让这个民族得到长期延续发展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 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也不要小看前辈们 曾经付出的努力 每一个人的努力 都是非常可贵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